如今越来越多人选择在交友软件上匹配伴侣 这个小软件只需要左右滑动便能匹配到心仪的对象 但面对冷冰冰的手机屏幕 你真的知道屏幕那头是人是鬼吗 与歌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为大家讲述一部真实发生的纪录片 女生小金是一位相信童话故事的浪漫女生 对爱情十分向往 她已经用社交软件七年了 再次能体会到不同恋爱的感觉 是该软件的骨灰级玩家 她的脚有信条是 找男人就要找有钱的 善良的她从不耽误普通男人时间 这天软件被她匹配到一名十分优秀的男生西蒙 西蒙穿着时髦 常年出席各种高大上场合 私人飞机 豪车泳车应有尽有 看着远自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西蒙 小金禁不住与她配了对 没想到很快收到了回应 西蒙对她十分热情 两人在当晚就见面喝了咖啡 西蒙与照片上一样帅气 她在这家豪华酒店告诉小金 自己是钻石大王的儿子 人称钻石小王 西蒙告诉她 自己有个与前妻所生的女儿 目前单身 并邀请小金一起乘坐私人飞机 去保加利亚出差 面对有盐又有钱的富二代 小金当然不会拒绝 她火速回家收拾行李 即使朋友们都阻止 她仍像灰姑娘一样 陪着欣赏人出发去冒险了 路上她见到了西蒙的前妻与女儿 前妻一直在怕西蒙副作 贴心 西蒙带小金 品尝了鱼子酱等顶级美食 小金越发满意西蒙 小鹿乱坠着她 给了西蒙一个甜蜜的碗 并在当晚与西蒙水乳交融在了一起 西蒙背上还有许多伤痕 她说这是之前伙伴背叛导致她入狱 在狱中受伤导致 看着这个敞开心扉的男人 小金愈发心疼她的遭遇 后来小金就与她确定了男女关系 尽管西蒙很忙 两人仍频繁使用社交软件聊天 视频 分享日常 西蒙还送给小金一大束玫瑰花 当作惊喜 把小金感到的热烈盈眶 小金越来越喜欢这个完美男友 但后来西蒙工作越来越忙 也没空再去小金所在的城市奥斯路 就在小金以为两人要分手之时 西蒙却突然空见奥斯路 专程来给小金一个惊喜 小金激动的想当场嫁给她 西蒙告诉小金 自己做钻石行业十分危险 她在以色列养了一支安保团队 这个叫Pitter的大汉 是团队队长 长相十分安全 但有天晚上 西蒙的对境 还是冲破安保系统闯了进来 于是西蒙这段时间都在伦敦躲藏 西蒙告诉小金不要为她担心 随后便没有了踪影 将信将义的小金 搜索了西蒙的信息 确实是涉足复杂行业的家族 甚至还与普京大地有联系 于是小金转移获为担心 每天都查看西蒙的社交软件 发现她在这么紧张的局势下 还更新了几张睡照 小金质问西蒙时 她只说情况危急 自己以后不会用社交软件 会与小金电话联系 此时我们的第二位女主角上线 她叫佩妮 是一位31岁喜欢骄傲的女生 她在人海中发现了一位 与自己爱好相同的弟弟 巧的是 这位配断成功的弟弟 正是西蒙 同样西蒙向她接受了 自己钻石小王的身份 随后帮佩妮买好机票 约佩妮一起去荷兰吃鱼子酱 身舍多金的西蒙 同样很受佩妮喜欢 但矜持的佩妮 拒绝了西蒙的深入交流申请 决定先与她做朋友 西蒙果然是钻石大户 她带着佩妮去看钻石 对钻石如树加针 侃侃而谈 佩妮与她在荷兰玩的非常开心 回忧 西蒙有时还会专程飞来 只为与佩妮喝杯咖啡 佩妮觉得 善解人意的西蒙 有如贵族王子一般帅气 另一边 小金还不知道这一切 西蒙说想要与她同居 小金就去看了很多公寓 畅选着未来 与西蒙生活在一起的时光 但突然有间晚上 西蒙说 自己与保安队长遭到了袭击 皮特受了轻伤 小金十分着急 却又无能为力 西蒙告诉她 目前对家正在根据西蒙的信用卡消费记录 来定位她 她不能再用自己的所有卡 请求小金 能把自己的信用卡关联给她两周 帮她渡过难关 私夫心机的小金 二话不说便同意了 但花钱如流水的西蒙 不停刷爆小金的信用卡 一次次让小金向银行申请额度 后来西蒙又要小金带了两万五美元信金 并拿到荷兰给她 西蒙看到这个一心未及的女人深受感动 之后 触境危险的西蒙 忍痛与小金分别 携款离开 但晚上 有了钱的西蒙 就邀请佩妮参加派对 还大方的用现金为全场买单 皮特也毫发无声的坐在女人堆里玩耍 成熟佩妮觉得自己受不了这么淘汰的环境 提前离开了 次日 佩妮想在约西蒙时 她已经到了西班牙 另一边 小金还在帮西蒙给银行解释 自己去那么多国家刷卡的原因 申请提高额度 就对小金担心之时 西蒙将她聘到自己的钻石公司当员工 以此来宽慰小金的心 之后 小金真的收到了入职申请 并收到了月薪九万的工资单 西蒙让小金将工资单发给银行 以此证明自己的还款能力 借此提升额度 但小金还是有些担心 于是西蒙给她发了一张 瑞士信贷的转账证明 上面显示 西蒙给她转了25万美金 这笔钱 比小金花的钱多几倍 西蒙安排小金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而她在希腊又潇洒地约了很多名人 模特等名流 在游艇上开party 还向佩妮介绍了自己的模特新女友 与模特住5000美元一夜的豪华酒店 另一边她又告诉交集等待的小金 自己因为安全原因不能来找小金 并小金帮他们购买商务舱机票 说是为了工作 之后她隔岁差五要小金贷款 为她的吃喝享乐结账 每次西蒙刷爆一个信用卡时 小金都要为她申请下张卡 西蒙又拿着这些钱 约派你与模特女友去西班牙好玩的几天 几天后 小金发现西蒙给她转的25万美元 依然没到账 询问西蒙时 她卷一个就在让小金等等 说自己目前处境依然危险 只有天作之和的小金 才能与她共度难关 此时小金也不再相信她 因为那25万依然没有到账 西蒙却真真切切地刷了她25万 小金不再理会她的甜言蜜语 直接了当让西蒙还钱 西蒙却冷漠地给了小金一张 50万美元的支票 小金也无暇顾及她的态度 直接对银行兑换支票 现在已经有八九个信用卡催在上门了 果不其然 西蒙给的支票无法兑现 已确定被骗的小金 此时呼吸困难 但西蒙已经不认账了 她说着脏话挂断了小金的电话 感情被欺骗的小金 还要承受债主的恐吓 银行听闻故事 可不会可怜小金 他们一看西蒙的照片就知道 又一个傻女人被骗了 他们告诉小金 西蒙是这个男人的化名 她是老诈骗犯了 我们银行被骗的女人都好几个 她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 照片也都是PS的 此时小金才流下悔恨的泪水 她同未遇见过这么邪恶的人 她心里的童话故事彻底破碎 她伤心欲绝地拉黑西蒙 但显然西蒙不打算就此罢休 她会打电话给小金的母亲 威胁他们不能报警 她手里有小金的所有信息 以及家庭住址 欠了53万挪威币的小金万年聚会 她想不通西蒙是怎么说服皮特 前妻 孩子等一大群人欺骗的她 甚至想了结自己 就不用考虑这些破事了 此时正在潇洒的西蒙 又开始对佩妮下手了 她告诉佩妮 家族被卷入案件 家人都被逮捕 警察关闭了她的所有账户 老演员皮特又上了线 展示了一番流血旧照后 她开始求求佩妮 借给她钱渡过难关 于是善良的佩妮 将买房的钱打给了西蒙 而此时震作的小金 也搜到西蒙之前诈骗多名女性的新闻 之前西蒙被捕后 在狱中学习了新型诈骗手段 出狱后运用到了小金等人身上 气不过的小金决定反击 她找到纽约知名报社 准备曝光西蒙 揭穿她的骗局 防止更多女人受骗 于是报社与警局取得联系 得到三名被西蒙诈骗的女孩信息 小金在这些女人中 发现了西蒙的前妻 她想不通 这个被西蒙骗过的女人 为何还会帮她诈骗 随由记者驱车前往了以色列 西蒙的老家 这片平民区 才是西蒙真正生活的地方 但家中只有西蒙年迈的老妈 老妈说西蒙已与她断绝关系 记者只能找到上一个定得罪的警察 女警指证 西蒙真名是西蒙 她当十几岁就开始诈骗 每次出事后 她就改名出国逃走 另一边 泰尼也已经被西蒙骗走十四万 西蒙同样发给她一张 虚解的还钱收据欺骗她 西蒙辩解说 是因为本人没到场 所以转账没成功 她答应给佩妮一支名表来抵账 记者很快查到帮西蒙副长得了信用卡主任佩妮 在社交软件上告诉了佩妮真相 佩妮当然不信 她询问西蒙时 西蒙说 这都是仇家派人来黑她的 不用相信 但小金这边的证据实锤没得起 与佩妮对文正单后 记者知道 西蒙运用的还是庞氏骗局法 她用从A女那里骗来的钱 请B女吃晚餐 再用从B女那里骗来的钱 请C女开香槟 人物吃DEFG 依此类推 一样的借口 一样的照片 金钱却能源源不断的骗来 得知珍惜的佩妮 决定帮记者找到西蒙 她与西蒙约好去餐厅吃饭 记者安排摄影师 在一旁悄悄拍下了西蒙 西蒙也如约交给佩妮自己的名表 并宴请佩妮吃大餐 佩妮却在心头 不知这顿大餐 是哪个可怜的女孩在买单 与西蒙分开欧 佩妮拿着手表去鉴定 得知手表是假祸后 佩妮还是不死心 她致电西蒙想问清真相 但老片的西蒙还是一口咬定 就是同孩嫉妒在黑她 佩妮彻底接受了真相 之后 报社将此事发了出去 网上评论各执一词 有人心疼这些姑娘 也有人骂他们拜见女活该 女孩们不明白 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 为何还会被网报 于是两个同病相连的女孩见面了 她们相互安慰 相互鼓励 一起参加了很多节目 来提醒正在受骗的女孩 果然世界各地的受害者 陆陆续续发来消息诉说遭遇 原来西蒙不但诈骗女孩 还诈骗老板 下属 司机 能骗责骗 如今被曝光的西蒙 成了彻头彻尾的过街老鼠 但潜逃在外的西蒙 还没受到真正的制裁 证度受害者中 最解气的莫过于蓝姐 她与西蒙也交往了14个月 在网上看到 关于男友是个诈骗犯的新闻后 联系了小金 与她合作的时间线 知道自己的钱 被西蒙用来请小金与佩妮消费了 于是气不得蓝姐化身 扭呼噜蓝姐 她仰装相信西蒙的解释 告诉西蒙 自己会与她一起共度难关 取得西蒙信任后 身为奢侈品贵迹的她 将西蒙的奢侈品 全部带头准备放在网上卖掉 此时走投屋着西蒙 准备找整形医生 把自己整容成两一个人 却被有劫她的医生拒绝了 西蒙认为 此刻的蓝姐 就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给蓝姐写了封情书 蓝姐看完后说了一句狗屎 就抓紧速度 将西蒙的奢侈品 进行青层大甩卖 等西蒙发现被骗后 蓝姐已经不接她的电话了 直到目前节目采访时 蓝姐还在卖她的物品 后来西蒙给蓝姐发信息呼诉 自己现在一无所有 住的廉价旅馆中苟且偷生 但蓝姐觉得 这才是西蒙真正该过的生活 她板就一无所有 之后蓝姐协助警方 在雅典抓获了西蒙 死骗子被判主15个月监禁 得知休息的大家很开心 这个结果让他们觉得 自己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但不幸的是 西蒙在5个月后便活动出狱 出狱后成为网黑的她 自创了网站 提供付费问答 而帮她诈骗的保安等人 并没有受到牵连 仍然羞有法外 如今西蒙又以自由人的身份 开心的活在以色列 继续着她的土豪生活 被她欺骗的女生 却需要自己打工偿还证单 据估计 西蒙从全球各地的受害者身上 骗了1000万美元余员 却因缺乏证据 没有被定罪 现在她又找到了一名 年轻貌美的模特女友 还要控告报社对她的诽谤 只如都现在依然不承认罪行 诈骗王是部真实事件拍摄的纪录片 这个故事令我震惊的 不仅是因为这位诈骗王骗了全世界多国女人上千万美元 更令我震惊的是 这片子只是因为信用卡诈骗罪 住了五个月的牢 且现在又回到过去的生活了 我们老百姓都知道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像这样即使抓到 也拿得束手无措的实在令人恼火 可如果问她 她肯定会说 那些女人为她花的钱是因为爱情 也不能说没有女人同样以这种手法 从不同男人那里 因为爱情变成富婆 所以以爱为名获得钱财 究竟是不是犯罪 其实不同形式的诈骗 在新闻中真的很多见 但似乎很多犯罪者 最终都不需要为他们的罪行付出很多代价 被骗者大部分都无法追回被骗的钱 不过本篇男主角这种 假装成一文富翁 全世界到处骗 用一个女人的信用卡 改另一个女人花钱的方式 确实算是稀有的顶级骗子了 能做到这些 需要的不仅是智慧 还有胆识 演技 甚至耐心 她是真的与这些女人都谈几个月 甚至超过一年的恋爱 而且都做足各种铺垫 保证每个人搜索她 都能看到她是钻石大亨的儿子 各种网络信息都包装得很好 还有很多人帮忙配合 加上五星级酒店 私人飞机伺候 旅行 礼物等甜蜜轰炸 不得不说 大部分女性真的很难识破 不过这片子最有趣的地方是 她不会被识破就休失 她会一直坚称 自己是有钱有势的人 不断恐吓吓唬对方 最终等女方自己被吓退 不再纠缠 骗了人还能如此理智气壮 威胁被骗者的骗子 胆识实在不一般 建议广大女性朋友们 恋爱时一定要擦亮双眼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她家里钱带多 也不是大风乖的的 她又不是傻的 天下那么多美女 如此优秀的男人 为啥会看上你 为啥会随便给你花那么多钱 这种行骗方式 很像是那种 先给你账户里打一点小钱 让你放松警惕 对她取得信任后 骗你更多钱的骗术 这话可能很难听 却绝对是真实有效的防骗方式 关于这部纪录片 你们还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交流 深夜爆肝不易 辛苦大家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远哥感恩